花蓮縣吉安鄉的納豆蘭部落 有一群年輕的孩子 拿著吉他在狹小的空間內練習 這裡不是音樂教室 而是一般的住家 連指導老師也很特別 不是音樂老師 卻是一位蒸汽火車技師 教導孩子的是技師鄭建福 他趁著工作閒暇之餘 組成這個小小吉他社 每天免費教導部落孩子彈吉他 現在我去教他們之後 他們去互相會去教 比如說我現在會 我教你怎麼刷 或是怎麼去按 他們各自會去互相的學習 來學習吉他的小孩 從幼稚園到高醫生都有 雖然規模不大 但是或許就是互相學習的氛圍 吸引許多孩子一起參與 大家一起一起談吉他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看電視 有時候會很難 跟著大家一起學習 這樣感覺怎麼樣 鄭建福說孩子下課後 電視與手機加上功課壓力 已經佔滿孩子所有的時間 希望透過教導孩子學習吉他 找回部落互相學習進步的氛圍 原事新聞綜合報導 0 0 感谢观看